这位女士 你怎么又来了 今天要发表什么高论吗 没什么高论 我谈的都是过去的生活点滴 国家大事我不懂也不谈 因为不懂嘛 我讲的都是废话 不懂所以我不会去谈它 我就是喜欢把生活里面的 杂顺 生活里面的讲文雅一点 就是点点滴滴 把它写成文章 那我今天要讲的 要念的文章呢 是民国78年的 民国78年的 给健康人一些启示 那个时候嘛 78年 我大女儿八岁 小女儿大概将近四岁 这个年纪还是 还算没有像婴儿时期那么磨人 但还是蛮辛苦的 因为家庭主妇要做的事情 是全面性的 是从早到晚的 对全家人的一种 付出 当然这当中爱是最重要 有了爱就产生力量 不管 身体状况怎么样 就是主要是爱 爱就是 就是一切的 动力 我这篇文章曾经也拿来 上 给小朋友上做文课的时候 拿来做参考 我有简单的写 在旁边写了一点 感想什么的 我先念个重点好了 题目就要给健康人一些启示 这篇文章是继续文 主要是谈 引起自己感冒的来龙去脉 人不生病 不知道健康的重要 也不能体会 忙碌就是幸福的道理 因为一旦生病 受病魔的折磨 不止身体痛苦 精神更是痛苦 只能难过地躺在床上 什么事都不能做 这时 倒想起平常 身在福中不知福 即使忙碌也是好事 起码显示精神体力都是好的 这是重点 现在我就开始念文章的内容 成年往事 那天夜里 大女儿睡得不太安稳 偶尔间还说着抑郁 我以为不过又是一场梦罢了 谁料到 一雨之后 她竟放声大哭了起来 我被她激烈的反应给吓到了 赶紧起身照应她 这才发现她 这才发现她浑身滚烫 生病了呀 女儿生病 我放在心上 天不亮 就赶着带她上医院 看病去 到底儿孩子的身体机能不错 一场感冒 三四天就过去了 自个儿还没来得及喘口气 小女儿也感冒了 因此 又是三惊不媚五惊起 为女操心伤了身 她好了 我却病了 原以为感冒 这个小病 对大人说来 只要多喝水 多休息 就没啥问题 没想到 竟因为自个儿的疏忽 而被病魔 狠狠地整了两个礼拜 那个痛苦劲儿啊 过去还没有领受过呢 刚开始也和孩子们一样 大喷嚏 油鼻水 完了 似乎鼻腔有点燥热 我心里想着 一点热算什么 以前不看医生 也照样熬了过去 不管他 于是就这样 傻傻地熬了四五天 过后觉得 越来越不对劲儿了 怎么 这么多天 还没有收鸡的现象啊 记得以前的情形是 第一 二天 喷嚏连连 第三 四天 猛流鼻水 第五 六天 嗓音复原 第七天 就几乎好利落了 怎么 这一回 不但没有快好的迹象 反倒 越来越痛苦了呢 直到此时 才想到了医生 心想着 吃个两天的药 大概就好了吧 事实 却没这么简单 看医吃药当天 鼻塞更严重了 两个鼻孔已经完全堵塞了 连说话 咽口水都感到困难 我做李楠楠的 在小小的斗士里 忧愁地穿梭着 想到平日里健健康康的时候 偶尔金会抱怨 这永远做不完的家事 太烦人了 可是 这会儿 这会儿 却巴不得 能够像往常一般的 忙个不止 忙碌 就是幸福啊 起码显示精神体力 都是好的 看看 屋子内外 一片凌乱 好似 万以钻心般的 令我 难以忍受 此时 窗外的音语 更给敬重 憔悴的容颜 增添了 极许愁烦 我哭了 不想 这一哭 更难受了 仿佛鼻腔里的 什么 肿了起来 扎扎实实的 挡住了我 呼吸的口袋 此刻 头痛 牙痛 也贼一般的 袭了上来 哎呀 我简直 自此 每一个夜晚 我躺下时 心中 就暗自 祈祷着 神啊 请你 医治 我的病 使我 今晚 有个 舒适的睡眠 让我能够 健康的 迎接 明天的曙光 也许是 太痛苦了吧 两个星期 并不是很长的日子 却让我 觉得仿佛是 两年之久 但愿我的 带病经验 能给 健康人一些 特别的启示 到此 念完了 我相信 听过这篇文章 应该 大家都会有 得到一些启示 因为人啊 就是 有这么一个现象 当你 一切 习以为常 你就觉得 没什么了不起 那么一旦 有了变化 那个时候 才会觉得 你所习惯的 那件事情 其实 应该是 幸福的 尤其是 健康这一方面 更是明显 好了 祝大家平安 进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